一年级科学,主题6,工艺与优质生活,单元10基本建筑 你能从小灵的家里找出不同形状的物体吗? 三角形 圆形 长方形 正方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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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形状 正方形 长方形 圆形 三角形 基本立体 正方体 长方体 棱锥体 棱柱体 圆锥体 圆柱体 球体 活动4 建筑物的基本立体 说一说,这些建筑物由什么基本立体组成? 长方体 圆树itta 圆柱体 圆柱体 囑体 圆柱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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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椎体 棱椎体 棱柱体 圆椎体 球体 长方体 圆柱体 正方体 基本立体的重要性 有一天,顽皮的小博士改变了这些东西的形状 说一说,这些东西改变形状后会怎样? 足球无法滚动 交通锥无法保持站立状态 房子变成圆柱体后,屋里的情况会变成怎样呢? 房子变成圆柱体后,屋里的情况会变成无法居住 因为家具东倒西歪和人类也无法站立在屋子里面 已变成球体的骰子落在桌面上后会怎样? 骰子落在桌面上后会无法停下 测试站 右图的模型由什么基本形状和基本立体组成? 三角形 三角形 长方形 圆柱体 长方体 同学们可以点击在YouTube Description Google Form链接回答单元时基本建筑问题 3 1 3 4 4 6 4 6 5